天空的使用场景还是非常多的 因为它是圆形机器人 它相较于其他的机器人 比如说轮式机器人 这些四组机器人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是在于 它可以做很多灵巧的精细的动作 那您像这个天空上面 可能现在它的这个 还没有安装灵巧手 但我们最新的版本上面 是已经安装灵巧手的 也就是说 对 它是像人的这个手一样 是有五指的 是可以去精确的进行抓取 然后呢去 同时呢是可以配以全身 比如说我下半身是一边行走 那我的上半身是可以去进行抓取 我可以把一瓶水去拿过来 给你打开再放下 那它为什么是要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 它一方面能够去帮助人 完成一些非常高危的动作 你比如说像这个火场的灸火 像这种高辐射这些 对人体有害的场景 我们希望它能够代替人去做 另外一方面 我们是希望它未来能够进入千家万户 它在这个家庭里面 去照顾老人 小孩 完成就是这个家庭护理这样一个角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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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明镜